兄弟们早上好啊 两天跑了500公里啊 从江西南昌跑到了湖南的洞庭湖 今天准备接着出发全程270公里 到达这个宜昌市啊 咱们距离升龙架的话 仅剩400公里了啊 今天跑不到 明天是完全可以跑到了 这个天气太热了 昨天在这个充电庄 花了30万钱 从下午的三点到第二天的早上 六七点吧 已经就自动断店了 费用也是越来越高啊 确实有点吃不消 所以我的打算是跑到 神龙架里面去飞个鼠啊 这次走的这个路程啊 真的是一望无际 一马平川 啊 这个开起来的非常的舒服啊 桥梁了 它也是非常的多 连续三天啊 都离开不了这个桥梁 秀的是真好啊 跟这个高速似的 现在是早上的9点半了啊 也是开了有一个多小时的车了 越来越热了 看了一下军山区的这个天气预报啊 这一会的温度已经达到了33度 非常的炎热了 看了一下最低的气温 30度 最高是38度 我估计中午那一回应该是最热的时候了吧 手上脸上躺的到处都是汗 你看 这一回的话10点钟了啊 已经开了有80公里了 买了一瓶体质能量啊 应该是动力能量啊 来一口 现在的话已经到达了这个荆州市啊 看这边有没有吃的 那么搞一点 肚子确实是饿了 那目前还没看到呢 还得走往前走一走了 车的话就停在这个路边了 刚才看见右边的话有一个沙蟹小吃 啊 咱们到荆州这边 整个沙蟹啊 点了这个玉竹老鸭面来了啊 又整了一瓶水 哎可以开吃了 看这个肉的放凉还可以 14块钱啊 压烫呢 嗯 嗯 喝口水 太渴了 接着出发啊 中午的阳光是如此的炎热 达到了36度了啊 距离一天最热的38度 仅剩2度了 这回的阳光高高挂起 还晒不到车里面 还行啊 还剩172公里啊 4个小时 差不多就干到地方了 开了6个小时的车啊 终于是到地方了啊 啊 是一个公园的停车场 不过这边停车呢是收费的 收费标准呢 在前面 咱们去看一看 啊 充电桩的话是在右边这一块 啊 要是不收钱的话 这地方 确实好啊 可惜收费 所以你看这边 都没有听什么车辆的 30分钟之内免费啊 全天24小时 最高收费10元 新能源线只有2个小时免费 还可以啊 24小时 10块钱 不算贵 啊 这天气热的完全可以煮熟这个鸡蛋了 我就下来扯了一下这个线 整理了一下这个移动公鸟 你看我的脸上 就跟洗脸一样 啊 这回的温度38度 嗯 得扛到天黑啊 我估计得扛到6点到7点钟 灿烂好一点啊 咱们在这地方的话点两杯奶茶喝一下 啊 稍微舒服一下啊 这看看这个地方能不能点 毕竟的话也是 嗯 到达了这个这个宜昌室啊 这边的充电桩还蛮便宜的 啊 嗯 等会断电了再试一试看看行不行啊 空调的话又莫名其妙的好了 他好像是里面的温度太高了 他需要给里面吹一下这个风 等里面的这个温度呢降下来之后啊 移动空调就正常运转了 所以他一直就没有坏 这是我理解错了啊 你们有没有买过这种移动空调天气太热了 对吧 只吹风的啊 没坏没坏 现在又很舒服了 点的这个饮料的话也是到了啊 我也说第一次喝这个茶百道呢 整了两杯30块钱啊 哦 还蛮贵的哈 平均下来一杯15块钱吧 今天这个移动空调啊 是指望不上了 一回好一回坏的 那温度太高了 这一杯是什么抹茶布丁啊 尝一尝 哎呀 太爽了啊 眼睛上面全是汗 哎呀 嗯